大家好 我是權威主廚林宇 今天呢 要做一道很特別的料理 它是什麼呢 它是權威主廚林宇去港市餐廳 最喜歡點的甜點之 港市西多士 好的 那西多士怎麼做呢 現在教你大家 首先我們準備兩片吐司 然後我們把它切成方形 去邊 好 然後我們要塗上我們的花生醬 下一步呢 我們要來打蛋 首先我們準備兩顆雞蛋 以及牛奶 這部分呢 是要做等一下西多士外面那一層 炸的那層蛋衣 邊攪拌的過程 就可以下我們的牛奶 牛奶能足量增加 不要一直下太多 好 牛奶跟雞蛋都攪拌好之後 我們倒入一個比較大的容器裡面 作用呢 是等一下我們 可以比較方便的去沾我們的吐司的部分 油的部分呢 我們先開中火 等油到150度 OK 好 那我們先來沾一下蛋液 然後蛋液就是 每一面都要沾到 但是都不要沾到太多 輕輕沾一下就可以起來 好 現在其實蛋液是有在發泡的 那我們就知道油溫其實差不多 是可以下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剛剛已經沾好 蛋液的西多士 放進去 OK 其實這個時間點很快 大概每一面炸個20秒左右就可以了 換一面 Oh my god Oh my god 看到沒有這顏色 誰會相信主廚是第一次做西多士 沒有人會相信 好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油再來立一下 然後我們準備廚房紙巾 把剛剛已經稍微立一下油的西多士 放到上面來 再吸一下油 之後 關鍵來了 奶油 我們加點黃油 西多士怎麼可以少了黃油 OK 以及 剛剛主廚最開始說的 我很愛吃甜食 煉乳 主廚最愛港式料理甜點汁 港式西多士就做好了 酥脆的外皮 花生夾心 你的表面上一點點的奶油 完美 好 三分鐘出好菜 認真學你也做得到 等一下 我好像應該先弄油 沒關係 這邊我知道大家會剪掉 Andy現在多久了 今天沒有Andy 完蛋就要自己算 好 好 1 2 3 剛剛是不是已經過很久了 好 那我覺得差不多 來囉 笨子哥 reun完了 我們恩 我們 還有一 我們 我們